我認識她也不是很深的認識 但我也發覺她的能量真的比較弱 最後有沒有發現她有什麼事? 有個男生的朋友來了 然後幫了她們好一點,但已經天亮了 那就沒事了,到了第三天 事後才知道,原來那個地方所有的鬼魂知道她們… 剛才剛才開麥克風所說的 現在是農曆三年,還有一個星期 通常做醫院、老人院,就會看到一個現象 有很多老人家,是突然間死亡率高的 這個是不是真的? 我非正式統計,純粹個人的經歷 是的 又的確是 因為我舉個例子,有一次試過做老人員 當然我也是兼職 可能有些老人家一直都… 因為大家知道老人員其實是很穩定的 可能那些老人家本身長期病患 他在那裡休息,其實就不會太大變化 但的確是在臨新年之前 其實都是類似現在的 即現在的那些時間 是的 又或者是還未做冬之前 冬至之前 就很容易會… 是甚麼原因的? 突然間心臟病那些? 其實很多的死因都真的跟心臟有關 但我覺得有些東西無毒有偶 剛好每個人都很穩定的時候 但到了過年之前就會有事 那他們有沒有異象呢? 回想回頭後,公公婆走了 真正前幾天��는 Every day 姑娘,我見到甚麼? 醫院我們聽了很多的 有親人來接我 為啥突然有點小孩沒 lekker IST.有的有的 我真的有聽過 你剛才 說的話有很多人 或者她說一些她親戚的名字 是的 但你是沒有見過的 或者問其他姑娘 可能是常常常在場工作 都說沒有見過 但她會說很多其他親戚的名字 又或者有些是突然之間 本身她好像很累的平日 突然之間很精靈的那一兩天 就好像無光反照 又或者是突然之間她說的東西 跟她平時很不同 我有一個婆婆就是 她平時我記得她是不肯吃東西的 那些護理員 為她吃東西 她經常都說不吃不吃 然後那一兩天突然之間吃很多東西 然後之後就過身 通常都是會有一些 很反常 跟平時很不同的表現 有機會是那個 步向那個情況 那你們大約都知道 其實都真的有意識到 以前沒有太大經歷的時候 然後我就沒有這個感覺 那就是一些比較年長 或者很有經驗的那些姑娘就跟我說 妹妹 這裡這樣這樣 就是怎樣怎樣 但是慢慢自己看得多 我就發覺 我知道應該可能是這個時候 其實挺悲傷 是 但也沒有辦法 你又控制不了 其實我們上次在節目裡 都說有些避忌 感忌 古靈精怪的東西 我想我有說過 但是你還沒有翻譯到原因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換窗簾 這個我第一次聽 是不是 你那次說完之後 我節目也說過 主要是這裡有觀眾打上來說 就說不要換窗簾 一換窗簾就有人離開了 結果真的有人離開了 到現在都沒有找到原因 還沒聞到 我聞所未聞 還沒聽過 還沒聞過 還沒聞過 快去問一下 好了 今晚的確有些新的故事可以分享 沒錯 還挺厲害的 是的 我準備了有兩個大的 都說一個是跟醫護有關 好 話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隔離病房 有沒有去過 正常大家應該沒進過隔離病房 隔離病房是一個什麼地方 其實都跟直播室很相似 就是很多間獨立的一間房 但裡面有不同的額 可能是負額 通常會有兩重門 兩重門就是 你一開了一扇門 你要站在門和門中間等一會 等那扇門關掉 你再進去裡面那層門 為什麼要隔離病房 當然裡面的病人需要隔離 有傳染的風險 他就會進去那層門住 這就是我一個護士的朋友 他那次就是需要進隔離病房工作 大家都要知道 隔離病房不是每一個護士都要進入 他是一個特別的部門 所以其實進去的護士都不是全部人都會進去 可能這一個病房 進去是十個 都是這十個人進去 這間這十個人進去 其中一個護士朋友 他就進去工作 他面對這個病人 其實他已經是沒有什麼知覺 他已經是長期臥床 他不會說話 然後進去跟他做一些護理 突然之間 他就是我的同學 他就在玻璃上反射 看到後面有穿著便服的物體 他就在那裡 他一開始其實他在記錄一些指數 他就納到 他就覺得 咦?有同事進來嗎? 他看都沒有看 他繼續先記錄一些東西 後來他記錄到最後那一刻 他就在想 不是的 應該不會有人進來 首先第一 進去隔離病房 是要穿保護衣 穿PPE 就不會有穿便服的人在那裡 第二就是 正常這個時候 只有他要進去這間房間 做一些程序 他就在想 咦?是誰呢? 他就在想 可能是親戚或他那些 後來他就真的 想著轉著面那一刻 咦?不會啊 不會有家屬在那裡 因為他已經是晚上 然後他開始已經覺得 好像不是很妥當 然後他再看發鏡 就沒有了 然後他不知道是害怕還是怎樣 他就覺得很冷 但是他有一件事很聰明 這件事我一會兒說的故事也會說 就是你如果看到那個靈異 其實你不要讓他知道你看到他 是的 但有時候你會很難的 是的 其實那一刻可能反應會很大 但我這個朋友他就很聰明 他真的假裝沒事 他就正正常常弄好一些東西 然後又跟那個病人說 他都沒有知覺 但都笑 好了你休息一下 然後再出去 然後他就出去 才肯定 剛才是沒有人進去 也沒有任何開門關門聲 剛才無端端看到那個 也不是眼花 因為他很清楚倒影 是看到有個雀 不過只有下半身 因為他只看到下半身 是有一個人站在他後面 是穿蝙蝠的 但是這件事之後 他也不夠膽在那裏說任何事情 他都是off the duty 然後出去才跟一些同事說 我覺得他很冷靜 因為如果一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我應該就很害怕 可能他已經見慣了 會不會 他就說他不是很多經歷 不是很多 但是他那一刻 他覺得醫院看到是正常 是 但他平時不是經常看到 那件事有沒有交流 但是他就說 他覺得健康是正常 但他平時不是經常看到 那件事有沒有交流 沒有交流 如果真的有眼神交流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恐怖 但是他就 幸好他沒有看上去 他只是看到有一個蝙蝠的物體 在他後面出現 穿蝙蝠的 但是他沒有看上去 如果看到我也覺得睡不著 那這件事沒有後著的 沒有後著 但是他之後跟同事說 同事也是覺得很正常 因為他們說醫院的確是很容易 是 我自己就 我就是有試過 那些電梯門不斷開狂山 但是你說我真的見到 視覺上見到 都沒有 希望繼續 那狂開狂山你有沒有說話 就是說不要玩 那些事情 會不會試過這樣 沒有 因為我上次如果大家記得 我就在這個節目裡說 我說 有些姑娘 她就會弄一些剪刀 對著門口 我就摸著那些剪刀 是嗎 你覺得摸著剪刀就可以等於辟邪 我記得我遇過這些事情 我每次都害怕 然後我就摸著剪刀 嗯 這樣 然後 又平安 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真的很幸運 我沒有遇到這方面的事情 但是其實我身邊真的很多人都遇到 而且有很多都是好像電影級的恐怖 現在會不會有一個 現在已經有了 現在已經有一個 他就是 好啊 電影級 這個其實是 這個有照片我看的 我不敢看 但是 你現在有沒有 我現在沒有 因為那個是一個朋友的樣子 但是是看到有異樣的 我真的不敢看 因為我怕我記得太清楚 這件事話說就是 發生了我有兩個朋友 一個朋友他就是沒有陰陽眼的 有一個朋友他就是有 有那個叫B B是有陰陽眼的 他們兩個就要做一些散工 那些散工就去一些政府的機構 然後總之要去一些工地 而那個工地是需要落到地底的 要做這些工作 沒錯 然後這些工作 他們上次申請這個工作 就要做三四天 四天 總共四天 正常他們兩個就一起去這個地方 去到第一天 因為那個地方很空曠 因為又要落地底 整個辦公室都很大 然後呢 他們兩個就 因為要通宵做 由晚上做到第二天 他們就已經預備好了 好了 今晚我們兩個就點點點 然後我們就休息 我們快點做完 就多些時間休息 大家都很開心 好了 到了晚上 他們就要一起去地底了 嗯 那麼 A就發覺有陰陽眼的B 他就走得很慢 基本上走完 然後隔了很遠的路才看到他 那麼他就叫他 為什麼走那麼慢啊 那麼B就跟他說 不是啊 不要走那麼快啊 好逼啊 讓他們先走了 很多人 那麼 說完這句 因為 其實我不知道A是否這樣叫做很可憐 都算是 因為A 就是我這個朋友A 他身邊有幾個朋友 有陰陽眼 是經常都有這些事的 所以他都很聰明了 他聽到這句話 他沒有問那麼多 他不問了 他已經不出聲 然後繼續走 你說後面很多 他不停了 繼續走 好 然後一路走到他 好了 做完所有事情 記錄好數據 然後他們回到辦公室休息 他們兩個坐在那裡 兩個電話都是一樣台 一樣的地方 有一個就收到訊息 一個完全沒有訊號 不 對不起 第一天是還有訊號 然後 但是 B 有陰陽眼的B 就跟A說 其實我們都不要在這個地方 不如我們出去吧 我們出去外面 他又突然這樣說 A又心想 這裏應該到處都是 他們就出去了外面的車 裡面那裏 那裏 坐到他外面那裏的時候 B 有陰陽眼的B 他已經不停欠眼睡 A就已經心想 做甚麼 本身他們說好 一起休息 或者一起做完一些事 完成一些工作 B已經好像 整天是污眉欠睡 他已經覺得很害怕 如是者過第一天 叫做平安無事 然後好了 到第二天 他們兩個一樣時間在那裏上班 這次B 好像跟第一天不太相同 他人好像是很累 然後他們剛才說 在辦公室的位置 他們都收到訊號 突然間收不到 你們兩個都沒有 好像A有 B沒有 然後他們又說 又是要出去 要說一下 為何要去那輛車 因為那輛車 其實是有符 有些東西在那裏保護 所以他們其實 因為他們本身 都有朋友 是學師 所以其實那輛車 有這些符的時候 他們都覺得安全 他們就在那裏睡 但這次他們形容 是說搞不定 怎樣搞不定 他們是兩個在那輛車休息 但B一上到那輛車 他就好像暈了 A就很害怕 不斷拍醒他 一坐下在那輛車 就不斷拍他 做什麼 叫他 我們要做什麼 叫他 他就好像 紛紛欲碎 然後A看到這樣 真的有點恐怖 因為已經好像 不是他 好像不是他 他就叫朋友 因為他們有幾個朋友 都是學師的 然後他就打電話 然後他就打電話 然後有一個朋友 他就馬上走過來 這個我也是第一次聽 他就是寫符 然後就是 總之寫了符 整了他們的額頭 我沒有記錯是額頭 接著 A本身他也開始有點累 但是一整了他額頭之後 他就覺得醒了 B就醒了一醒 但是還是 叫做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好像很累 我也想提一提 其實這個B 我也認識他的 他的確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關不關 那個人本身的能量問題 他的確是 常常好像很累 OK 他好像也睡不夠 而他很容易遇到一些 這些是比較不幸運的 我認識他也不是很深的認識 但是我也發覺他的能量是弱一點點 最後有沒有發現他有什麼事 接著 好了 有個男生的朋友來了 然後幫了他們 叫做好一點點 但是已經天亮了 那就沒事了 好了 去到第三天 原來事後才知道 原來那個地方所有的鬼魂 知道他們有學師的朋友 即已經叫做怎樣 即可能會幫到他們的朋友 想要求助 是啊 你也有聽過嗎 有 他知道他是一個中介 是啊 那就搞他 原來是因為知道他有朋友 幫到那些鬼魂 是啊 然後全部是洶湧而至 所以那天的能量 阿B的能量是直接好像 熄機 好像熄機 是的 他們就拍了一張他的照片 他立即發訊 給一個高高的師傅 很高度行的師傅 給他看 師傅立即趕過來 他是立即衝過來 他們那裡很入 其實他們工作的地方 是一個很格攝的地方 他是極快的速度來到 即是來到他們那個地面 知道他們很有事了 因為知道很有事 因為他們說 那張照片見到他 是變了樣子 那師傅一見到 真的衝過來 因為有兩個師傅 兩個師傅都是他們的朋友 兩個師傅來 有一個是專門打鬼怪的 那個師傅一來到 就已經打鬼怪了 誰知另外高一點那個師傅 他就說 不是 不要打 其實他們是要我們 超渡 是的 超渡 而他們不是特意要害 他們是想求助 其實我第一次聽 有的有的 對 他們是這麼說的 然後 那個高一點的師傅 他就去到那個很荒蕪的地方 他就每一個地方 對著一個空白的地方 他就向著天 然後大家都看到他的眼睛 是突然之間爆了紅筋 然後又突然之間沒事 然後呢 不斷都是這樣 可能又去這個地方 又是這樣 好像說一些話 但是他沒有說 都會出聲 然後就爆了紅筋 又沒事 於是者 在那個地方 他全部都做了這件事之後 那天就完全沒事 再加上他們是喝符水 他們給了符水給他們喝 即師傅他們給了符水給他們喝 A和B都沒事 然後呢 這件事 他就說 本身呢 其實第一第二天呢 都是有 陸續是有一些 為什麼他們說回 為什麼會越來越厲害呢 就是 阿B呢 透露了他 蛤 沒有了嗎 看完了嗎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個只是恐怖在線 和汪萊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汪萊伯伯一個combo 還有呢 亦都可以上課 admonpoint.com 加上我們BitBit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到後不到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和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的了